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世界 现在也曾接受这样的爱 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世界 现在也曾接受这样的爱 祝福我们自己 唐辛恩 唐辛恩 三人把祈祢的带来 阿们 愿神的爱今天能够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 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是《使徒行传》的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看前面的屏幕一起来读一下 起 菲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 又殃告他 求他的情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压在凯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适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凯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 我都没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 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凯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 你既上告凯撒 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神的拼图 我们都知道拼图 可能大家都玩过 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小孩子 很喜欢这个游戏 但是在家里面说实话 在拼图的时候 我是最慢的一个 我的儿子 女儿 妻子都比我快 我一般我都是负责那个边 因为那个边比较容易 里面的话一般我都找不到 所以很难 那么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神的拼图 我们就好像是神的一个一个的小图片 神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蓝图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什么呢 神的一个图片在拼凑着 在完成着什么呢 完成着神的蓝图 阿们 所以我们对旁边进行问候 你是神的拼图 你是神的图片 对 我们每一个人很渺小 但是神通过每一个渺小的我们 完成神伟大的图片 阿们 神已经为我描绘了一个宏伟的 一个伟大的 一个壮大的 一个美丽的 拯救整个人类的什么呢 一个蓝图 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 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图片 看起来我们没有什么 但是神看我们是宝贵的 阿们 因为缺少了我们 这个图片不能完成 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都是最重要的 最特别的 最宝贵的 阿们 神要透过我们去完成 神伟大的这个图景 那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为止 这个拼图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完全地完成 到了什么时候呢 到了神派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以我重新对旁边进行问候 你是神的拼图 你的人生是神的拼图 神要使用你完成这个拼图 阿们 阿们 对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自豪啊 因为神把我们看成是 他的图片当中 必不可少的 一定需要的一个小小的图片 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呀 因为少了我们 这个图片不能完成 不能完成 我们看第一点要分享的 神把这个看似枯燥的时间 当成什么呀 当成完成拼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第一点 看下面这个 好 我们先来读一下 神用看似枯燥的时间完成拼图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讲了一个总督叫 菲利都 是吧 菲氏都 菲氏都之前的总督叫什么名字 还记得吗 菲利斯 菲利斯 菲利斯巡抚 在任的时候 保罗在监狱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呢 有人知道吗 两年 对 两年多的时间 那这两年呢 保罗一定是很 怎么说呢 我们 你看 在监狱里面的生活 你们觉得会怎样 很枯燥 对吧 没有自由 没有 这个不能和别人去接触 对吧 有很多限制 我们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说的 史图经济二十四章 二十七节 过了两年 波球 菲斯都 接了谁的任呢 菲利斯的任 那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监里 那根据二十四章 二十七节的经文 我们知道 这个保罗在监狱里面 待了多长时间 待了两年的时间呢 这两年的监狱生活 我们可以说是很枯燥的 很乏味的 那尽管保罗并不知道 他还要在这个监狱 要待多长时间 他是不知道的 对吧 他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个事情 但是他没有忘记一件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给保罗的使命 大家还记得吗 给他的使命是 第一到耶路撒冷 做神的见证 第二是到哪里啊 到罗马 到罗马 所以保罗一直没有忘记 虽然他在 凯撒利亚的监狱里面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 异象 梦想和盼望 他知道一定会去哪里啊 会去到罗马 会去到罗马 我们知道保罗在监狱里面 待了两年啊 保罗是新约的人物啊 有人知道在旧约当中 有一个人和保罗差不多 他也在监狱里面 待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在旧约当中啊 很著名的一个人物 也在监狱里面 他有十几个兄弟啊 对 约瑟 约瑟也在监狱里面 度过了将近两年左右的时间 约瑟是被他的哥哥 对吧 卖了 成为了奴隶 到了什么地方呢 到了埃及 到了埃及 在埃及的时候成为了什么呢 成为了这个家庭当中的奴隶 有主人 对吧 还有主母 主人虽然很喜欢约瑟 很重用他 但是这个主母怎么样 就贪恋 这个约瑟的 这个俊美的 男色是吧 觉得很帅 很漂亮 就想和他 做这种淫乱的事情 来诱惑他的时候 约瑟怎么样 就拒绝了 主母的这种诱惑 这个主母就恼羞成怒 是吧 就陷害 诬陷约瑟 说约瑟 这个 调戏自己 约瑟就怎么样 被送到哪里呢 被送到监狱里面 所以将来你们可以看这个创世纪四十一章当中的经文 这里面说 约瑟在监狱里面待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之后呢 神才让约瑟怎么样 离开这个监狱 离开监狱之后 在谁的面前呢 在埃及的王 法老面前 为什么呀 因为约瑟有一个能力 他能够解梦 对吧 能够解梦 那在约瑟的王法老面前 替法老解梦的时候呢 得到了什么呀 得到了法老的器重 那从一个监狱的罪犯 成为了什么呀 成为了整个埃及 我们叫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 总理 成为了总理 那这两年的时间 对约瑟来说很重要 是在预备的时间 是在准备的时间 是磨炼的时间 那在中国有一个人物啊 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步道家 奋心家和牧师 很多东西 你们可能会知道 这个牧师的名字 叫做宋尚杰呀 宋尚杰在中国 是很著名的一位牧者 他在美国学习的期间呢 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 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了美国的 科学院的终生荣誉奖啊 就给了他一个金钥匙 这个金钥匙的勋章啊 对 然后呢 在美国的这个 著名的学校当中 获得了化学博士啊 化学博士 所以当时整个美国的新闻 也报道了 宋尚杰的这个人物 非常的优秀 但是呢 他被神呼召 他放弃了 所谓的名利荣誉 选择什么呢 选择进入到神学院 去学习神学 我们今天有神学院的学生嘛 是吧 那神学院学取神学的时候 他选择了美国 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校啊 在纽约 叫纽约协和神学院 到那边去学习 那么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他是怀着很大的一个意向 和盼望去学习的 可是随着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学校的氛围啊 这个学校的气氛 让他觉得 就是当时这个纽约协和神学院是比较崇拜和流行 叫叫 怎么说呢 就是新派神学 我们叫自由神学 自由神学有个问题就是 会把圣经当中的一些经文 没有办法解释的 或者大家就是说不清楚的就当作是 不把它当作真理 怎么来说呢 他们用什么去 用哲学解释圣经 哲学解释不了呢 用科学解释圣经 用科学解释不了的话呢 用预言去解释圣经 用预言也解释不了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什么呢 说这个圣经的经文是不合理的 是不可信的 是自由神学 就是不把圣经当中的一些经文 看作是完全的真理 没有办法解释的 所以在这种气氛和愤怨当中 宋长节目是觉得非常的 怎么说 就是非常的郁闷 他觉得这种属灵的气氛 神学的思想和这种方向 是不正确的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 自己都要发疯了 因为我在神学院学习 我为什么来 他觉得失去了意义 甚至他到什么程度会 把这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一些书籍 教科书 在众人面前就把这些书都烧掉了 说我在这边学习 没有任何的意义 然后学校也很生气 学校就认为这个人有病 精神有问题 觉得他的精神有问题了 所以就 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院长 就对宋长节说 你需要休息 你这个太累了 所以你最近有些不正常 所以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场所 你去好好的休息 等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来 那宋长节觉得 既然这个院长给我们安排了休息的时间和场所 那我就去 那实际上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是欺骗他 把他送到哪里呢 送到了精神病院 封人院 你们知道 进入到封人院的特点是什么 你是跑不了的 甚至你要接受这些 所有的这种治疗和这种方式 那宋长节被 送到封人院以后啊 在这个精神病院待了多少天呢 193天 193天 那你们知道 在封人院呢 这个院长啊 特意把他安排到 重症患者的这个病房 重症患者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精神比较严重的人 所以每天就吵吵闹闹的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休息 每天他觉得自己都快疯了 所以他就想了很多方法 就逃跑 终于逃出来了 逃跑的路上 藏在这个庄稼地里的时候 就有着警察和这个 精神病院的这个工作人员 在抓他嘛 就被什么抓到 被这个警犬 就是抓住了 又重新抓回到封人院 然后这个宋长节就选择了 很多方法想逃跑 逃不了 所以他就当时就快疯了 他想自杀 也想过自杀 那在他想死的时候 神给他这个恩典 给他亮光 给他一个经文 经文是很有名的 叫万事当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什么意思 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我在精神病院这个时间 是神要让我得益处的时间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转变了他的一个方式 他不再埋怨 也不再觉得这个时间 对他来说是无意的 他开始仰望神 他在这个精神病院的时候 193天读圣经读了40遍 读了40遍圣经 每读一遍圣经 所用的方法都不一样 比如说第一遍 我用寻找神的国的方式 我读圣经 第二遍 我用寻找圣灵的方式 我读圣经 第三遍 我用神的火 神的审判读圣经 用了40种方式 读了40遍的圣经 甚至怎么样 他把他所有的感想 都抄写在日记本上 两三天 一个本子就写完了 一开始是用英语写 用英语写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来检查的时候 就会把它收走或者烧掉 因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后来他就换成用中文去写 你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所以他用了193天的时间 读了40遍的圣经 终于明白了 原来神的话语 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理 圣经都是神的灵 所漠视的 阿们 不是纽约协和神院 所说的有些圣经的话 是不真实的 是不正确的 是不完全的 他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离开了这个 丰人院之后 后来被解救出来了 他自己在回忆 他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说 我在丰人院的193天 是我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神学院的学习的时间 阿们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一些看起来 暗无天日的 枯燥的 乏味的 甚至我们觉得 想逃离的这个时间 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很辛苦 很难 保罗在监狱里面 两年 对吧 约瑟在监狱里面 宋上节 在丰人院 193天 但是他们把这个时间 看作是有益的 阿们 神不会让我们所有的时间 浪费掉的 神为我们所计划的每一个时间 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 阿们 无论是约瑟 保罗 还是宋上节 看似枯燥乏味的时间 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 一定有神的计划 一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我们去仰望神 寻求神的心意 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理解的 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甚至有的人会选择 可能会轻生 会选择逃避 用各种方式 问题在于我们的目光是短浅的 我们理解不了 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神是要让这样的处境 这样的环境来磨练 操练 锻炼 让我们成为神所学的模样 阿们 所以我们现在 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在一些环境和时间当中 我们觉得很难受 很难忍耐 但是我们要怀着一颗 坚韧的 依靠神的 仰望神的心 好好地去锻炼和预备我们自己 阿们 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时间 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千万不要放弃 不要气馁 神使用每一位基督徒的每一段时间 我们的人生 我们说过是神的图片 他要用这个拼图去拼凑和完成神伟大的蓝图 所以祝福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能够在生活中接受神各种各样的操练和训练 不要埋怨 也不要什么呀 不要逃避 勇敢地面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时间 阿们 神会用这些时间让我们在圣经上操练我们 在祷告上操练我们 在赞美上操练我们 在敬拜上操练 在服侍上 在教导上 在门徒上 在传道的方面 宣教的方面 他都要操练我们 甚至在各方面的知识 技术方面 也是操练我们 比如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 提高我们语言的能力 我来到韩国已经十多年了 我的韩国语还是这个水平 那就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对吧 神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这个环境 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 提高我们英语的能力 提高什么呢 提高我们汽车驾驶的能力 对吧 提高我们电脑的能力 提高做菜 做饭的能力 提高你看孩子的能力 对吧 各种看的能力 神都给我们机会 提高我们管理的能力 就是我们要利用好 每一段我们人生当中的时间 来预备 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预备好的人 阿们 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 这个机会你抓不住 为什么 你不合适 用不了你 你不是那个材料 所以让我们能够参与到 神伟大的蓝图当中 成为他所喜悦的 最美丽的那个风景 或许有些听众姐妹会说 牧师你说得倒是轻松啊 我祷告 我也觉得没什么用 这件事情我已经祷告了 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 没用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看不到任何的亮光 有什么用 我操练了 我已经祷告了可能 七八年五六年了 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我想对各位女士说的是 不要停止神所学的祷告 我给各位女士们讲一个 真实的见证 不是我的 是一位牧者 这个牧者叫乔治穆勒 乔治穆勒牧师 这位牧师很有名 他在这个孤儿院的这个事工上 在祷告的事工上很有名 乔治穆勒牧师在临死之前呢 有一位传道人去见 这个乔治穆勒牧师 就问他说 说牧师 您在你的一生当中啊 你有没有还没有完成的希望 你有没有还没有达成的愿望呢 这个乔治穆勒师说 说有 他说我有两个人 我为两个人祷告 但这两个人呢 到现在还没有信主 没有得救 我为他们祷告了多长时间呢 祷告了62年三个月五天零两个小时 为什么这个时间 他计算得这么清楚啊 因为每天他都为他们祷告 阿门 祷告了多长时间呢 62年三个月五天零两个小时 但是这两个人还没有信主得救 那这个传道人说啊 说那您希望神救赎这两个人吗 这个乔治穆勒牧师这样回答 他说 神一定会拯救这两个人 神怎么可能看着他的孩子 用了62年的时间 为了这个灵魂能够得到拯救的祷告 神怎么会不听呢 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 这乔治穆勒牧师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没有看到结果 那过了不久 这位传道人 就到乔治穆勒牧师的教会 代替乔治穆勒牧师 去在这个教会 牧会和讲道 讲道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分享了 乔治穆勒牧师 在临终之前 所分享的这个62年的 这个祷告题目 他刚分享完 有一个姐妹就举起手来说 说我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你说的那两个人 一个人是我的舅舅 另外一个人是我的朋友 他说我的舅舅在两周前 在不久之前就已经怎么样 信主得救了 在乔治穆勒牧师去世以后 但是在不久之前已经信主得救了 不过呢 他也去世了 也离开这个世界了 说另外一个人呢 另外一个人在德国的柏林 他也已经蒙恩信主得救了 在什么时候呢 在乔治穆勒牧师去世以后 虽然穆勒牧师没有看到 他祷告的结果 但他是相信的 他信神一定会成就 阿们 所以各位那姐妹 我们是一样 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祷告 你看起来 神好像没有什么作为 神好像没听你的祷告 不是的 神有神的时间 神有神的计划 神有神的蓝图 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和 去改变神的时间 你不要去期待你能改变神 我们要等待 我们要忍耐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做就好了 阿们 所以送给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经文 就是雅各呀 我们看一下雅各是怎么说的 雅各在亚伯渡狗的时候 他的祷告说 神啊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你们要有这样的心才可以的 你要像这个韩国 我们叫这个 真导狗 真导狗的特点 咬住就不松口 你们要在神面前 这个题目 这个祷告一定是神许悦的 比如说 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还没有得救 我这个祷告题目 神一定是听的 神比我还喜欢这个祷告呢 神比我还期待 这些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得救 你为什么不祷告 神都有信心 你为什么没有信心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 但是你不能停止这个祷告 阿们 所以神像雅各一样 希望雅各在神面前的信心 今天我们各位的女儿 都能够得到 你不给我祝福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让你走 我就一直祷告 直到你答应我为止 可能在我死的时候 我也没有看见 但我还是相信 我还是要祷告 阿们 神一定会吹听的 所以雅各说了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结果29节说什么呢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做了祝福 我们不是有这么一首赞美吗 神呢 你若不给我祝福 我就绝不让你走 是吧 因为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复兴 我们的全家还没有得救 就是这样的 你们要找出神所学的祷告 向神不断地祈求 阿们 我们说第一点 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神用看起来枯燥的 乏味的 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的时间 神要用这个时间 完成祂的拼图 阿们 这个时间在神看来 是最宝贵的 是训练操练我们的时间 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是 神保护啊 神保护我们完成拼图 就是这个事情是神要做的 神为我们去做主 祂一定会保护我们 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一个 巡抚叫 非士都 非士都啊 非士都上任之后 这帮犹太人又怎么样 蠢蠢欲动 是吧 又找到这个新上任的 这个巡抚 说请你把这个保罗 从凯撒利亚 带到耶路撒冷来好 好不好 我们要审判他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罪人 要控告这个人 那实际上这是犹太人的 我们叫 叫 故技重施啊 因为他们曾经要暗杀谁啊 暗杀保罗 对吧 那这次还是一样 当然他没有跟非士都说 我们要杀他 对吧 只是求他说 你让这个保罗 从凯撒利亚到什么呢 到耶路撒冷来 我们控告这个人 那他们已经计划好 如果非士都同意的话 他们要在路上怎么样呢 要暗杀保罗 对啊 可惜的是 非士都没有同意 他们的想法 虽然非士都也看他们的脸色 非士都他说 好那 请你们到凯撒利亚来 过两天 我会把保罗提上来 你们带人来控告他 带着你们的证据 我会什么呀 开庭会审判 对吧 那这些犹太人 没有办法 就带着一些 这个擅长说话的人去了 那我们可想而知 和起初上一任的这个巡抚 就非利斯是一样的 保罗自我辩护的时候 让这个犹太人和谁呢 和这个非士都 无言以对 就是找不到证据 证据都是什么呢 都是假的 都是不真实的 那这个时候呢 非士都怎么样 非士都就是说 那他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说 那你 你愿不愿意 跟我去耶路撒冷呢 到耶路撒冷 我在审断这个事情 好不好 保罗的回答是怎样呢 保罗就很义正言辞地 回答他嘛 保罗说 我要上告 我要到罗马 接受审判 为什么 我在你这个法庭 已经接受了两次审判了 你都 找不到我有任何的罪 另外保罗自己是什么人呢 他有罗马人的身份 罗马人怎么能在 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法庭 接受审判呢 罗马的法律是不允许的 罗马的法律 罗马人必须在罗马的法庭 接受审判 那既然我在你这边 两次审判 你都找不到我有任何的罪 你不释放我 那我要在更高一层的 我们叫高级法院是吧 我要接受审判 那我要上告到哪里呢 罗马的皇帝 凯撒 我要在凯撒面前 接受公审 那菲斯都怎么样 没办法了 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就同意了他的说法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保护了保罗 第一个保护是什么呢 当犹太人提出 让保罗来耶路撒冷的时候 要暗杀他 对吧 菲斯都拒绝了 是菲斯都拒绝吗 还是神在暗中保护着保罗呢 一定是神的心意和计划 阿们 第二个保护是什么时候啊 第二个保护是 保罗自己保护了自己 对吧 保罗把自己的意向 把自己的使命 在这个时机 及时地提出来 让菲斯都没办法拒绝他 我要上告到 罗马皇帝 凯撒那边去 我要去罗马 在那里接受审判 所以我们知道 神是保护我们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对夫妻 这个妻子就是 在手术的时候 因着手术的失误 造成了双眼失明 就成为了什么呢 盲人 成为盲人之后 这个丈夫就爱他的妻子 就每天都陪着他妻子 上班下班都在旁边陪送他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丈夫对妻子说 说我也很忙 我不可能每天 陪着你去上班和下班 所以以后 你要自己上班和下班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陪 因为我的时间 不能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陪伴你的身边 这个妻子也没有办法 就答应了丈夫的 这种说法 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很辛苦 到处碰壁 但是感谢的是 他每次遇到困难 遇到危险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都有人能帮助他 能顺利地解决 有一天他坐在客车上的时候 这个司机就说 说你的丈夫真的特别地爱你 他每天都陪着你 然后这个妻子就说 没有啊 我的丈夫已经 好长时间没有陪伴我了 现在都是我一个人上班下班 然后这个司机说 你不知道你的丈夫是多么地爱你 他每天都坐在你的后面 只是你没有看见罢了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帮助和保护着你 阿明 他丈夫的意思是什么 让他能够独立起来 让他自己能够去面对 眼前的危险 但是呢 他不是没有保护他 在后面偷偷地保护他 我们的神也在暗中不断地保护着我们 阿明 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这孩子骑自行车的时候 可能我们有很多这个 弟兄姐妹 这个子女骑自行车的时候 都有过这个经历 一开始在后面抓着这个 后面这个车座的一直跟着跑 趁他不注意我们就会松手了 但是没有跟他说我们松手 还是跟着他跑 对吧 为什么 让他能够独立起来 但是你有没有再保护他呀 再保护 一旦出现危险 还要抓住这个 后面的车座 让他能够不摔倒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他一直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感受不到神的保护 但是他是在保护我们 阿明 神从我们相信他那一刻起 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他一直保护我们 一直与我们同在 阿明 神是保护我们的神 所以神透过保护 来完成什么呢 神的工作 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 我们是神的那个图片 神要拿着我们的人生 去完成神这个伟大的蓝图 拯救的蓝图 救恩的蓝图 阿明 所以不要怕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任何时候 神都在我们的思维 做我们的盾牌 做我们的避难所 阿明 他在保护着我们 我们对旁边的大事 神一直保护着你 阿明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就不会惧怕 神在任何的时候 都与我们同在 第三点我们叫什么呢 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去完成 他的工作 保罗听到 菲斯都提出 要不要去耶路撒冷 审判这件事情的时候 圣灵感动保罗 说什么 他提出一个要求 提出了一个 让菲斯都 没有办法拒绝的提议 保罗说什么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保罗的要求 是合心合理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看见 和明白了神为他展示的 神蓝图的那个一角 那一角是什么呀 在罗马 他面对罗马的皇帝 接受审判的场景 他已经看到了 就已经具象在他头脑当中 他是知道的 所以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及时地对菲斯都说 我要到罗马 接受审判 是谁感动保罗 对罗马的这个 寻抚去说的话 是神 是神让保罗 看见了 他要去罗马的事情 阿们 很多时候 神提前已经告诉我们 一些 我们可以去面 面对的一些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相信 旧约当中 很多时候 有些先知已经知道 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这个 伊利亚 在求雨的时候 看不见 但是神已经给了他答案 神有的时候 告诉我们前方的道路 是如何的 神有的时候 已经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世人看不见的图像 这是神给我们的意象 神给我们的图景 阿们 彼得 看过神的意象 保罗也看过神的意象 我们也看见 神为我们预备的 将来的道路 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意象 和那个图片是什么呢 将来 神来审判的时候 神的国 完成的时候 我们要被神接回到 神永远地添加 阿们 这个图片 这个图景 神已经给我们了 那个最大那个蓝图 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恳求神 让我们在神的里面 能够努力地去完成 神为我们预备的工作 那主向保罗 展示的这个伟大的计划 是他将在罗马为主 做见证的使命 那这个景象呢 消除了保罗任何的忧虑 焦虑 他没有惧怕了 为什么呀 去罗马的事情 是神的工作 当然保罗一开始不知道 他应当如何去罗马 他可能觉得 我去了尤撒冷 马上就能去罗马 他怎么会知道 会在凯撒利亚 待两年的时间 是在监狱里面 去凯撒利亚的时候 也不是自己想去的 是被这个军兵 勘送着 送到了凯撒利亚 结果去罗马 也不是自己 自己一个人去的 是罗马的军兵 勘送着他 我们说是勘送 是护送他 对吧 去什么呢 去罗马 不然的话 保罗可能会被犹太人弄死 对吧 神在保护他 神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方式 让保罗能够安全地到达罗马 阿们 所以我们感谢 感谢神透过 看似枯燥的 乏味的时间来预备 让我们去完成神的蓝图 阿们 我们要感谢什么呢 感谢神透过 在我们身边 保驾护航的这个时间 让我们看见神的保护 和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神要透过我们 完成神的计划 阿们 神 我们要感谢神 神让我们 能够更多地提前 看见一些神的意向 使我们更好的 去更坚定 坚定地去完成 神伟大的计划 阿们 希望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神坚定我们的信心 像雅各一样 在神面前向神告白 你若不给我们祝福 我们就绝不让你走 阿们 愿神这样美好的祝福 与我们同在 感谢神让我们 能够参与到 神这项伟大的事工当中 我们在结束之前 还是对方问候比较好一些 你是神的拼图 你是神的工作 你是神的器皿 所以神一定会保护你 所以神一定会使用你 阿们 阿们 我们先来唱赞美 来回应我们今天得到的恩典 得到的恩典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和灯伟大 主的能力无穷无尽 主的只会无法测读 主的能力无穷无尽